注意看,这个小保姆要使坏了,趁主人不在,端起牛奶就喝,两个杯子都喝掉一半,再随便接点自来水充满。 加水的牛奶给女主人一杯,孩子一杯,男主人却享有特权。 秦院长,牛奶没有了,您就喝果汁吧。 为啥男主人享有特权?因为秦院长是他做梦都想嫁的男人。 每次看着女主人和秦院长亲亲我我,他都恨不得马上让女主人消失,自己取而代之。 而现在,机会终于来了。 反正你明天也要走了。 到时候,这个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,我一定会使出浑身的本事,把这个我最喜欢的男人举到手。 等你从美国回来的时候,这个屋子里的女主人是谁? 还不一定呢。 小保姆名叫燕子,年纪不大,花花长子却很多,她现在就盼着女主人赶紧走,这样就能跟秦院长独处,自己的计划就能得逞了。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,女主人担心燕子一个人照顾不了整个家,所以想再请个保姆回来,专门照顾儿子圆圆。 好不容易盼来和秦院长独处的机会,燕子当然不想再多个人碍事,于是急忙保证,我自己就能照顾好圆圆,真不用再多请一个保姆。 然而女主人却似乎看透了她的小心思。 燕子啊,我想咱们这个家还是应该我说了算吧。 燕子这下没话说了,只好乖乖跟着女主人来到了家政公司,不过在挑选保姆的时候,她又动起了歪心思。 女主人原本挑中一个年轻的保姆,燕子却担心人家太漂亮,在秦院长面前会抢了自己的风头,于是急忙给女主人吹风,她不行,长得跟那个明星桃红似的。 太漂亮,不适合当保姆。 你想,您这一步在家就是好几个月,咱们秦院长又是那么风度翩翩的一个男人,这万一发生点什么事,靠我淘燕子一个人,是绝对解决不了的呀。 女主人觉得也有道理,便询问她的意见,你说找个啥样的合适呢? 燕子等的就是这句话,让我挑是吧,那我肯定要挑个老的,能衬托得我更年轻漂亮的。 于是在燕子的强烈建议下,最终选中了年迈的赵大妈。 等着女主人的面,燕子对赵大妈敬爱有加,心里却想给赵大妈一个下马威,让她以后乖乖听话,别妨碍我的好事。 于是她把赵大妈堵在了厨房,抱着胳膊宣誓主权,明天女主人就出国了,以后这个家我说了算,你最好乖乖听话。 说完拿出一个杯子,故意摔在了地上。 霍翠声把女主人吸引了过来,燕子立马恶人先告状。 赵大妈太不小心了,您别怪她。 赵大妈不想和燕子计较,蹲在地上收拾起来,燕子露出了胜利的笑容,再次得意地把话挑明。 听到了没有,让你小心点。 赵大妈,我想告诉你,你是我让太太把你挑回来的,在这个家里,你得听我的。 赵大妈虽然嘴上没说啥,眼神里却明显写着不服气,于是燕子决定继续施压。 这一天她洗完衣服,恰好看到赵大妈正陪圆圆荡秋千。 燕子三言两语把圆圆骗走,自己一屁股坐在了秋千上,来来来,你也伺候伺候我。 赵大妈却根本不鸟她,转身就要走。 燕子却喊住了她,老太婆,见识过我的手段了吧, 如果想今后日子好过,就乖乖跟我联手,我想做什么,你就乖乖配合我。 那只赵大妈却不吃这一套,咱俩各干各的活,各领各的工资,都是在主人家打工的,我没必要听你的。 燕子一听赵大妈这么不识台句,立马就拉下了脸,不想和我联手是吧? 那可别怪我不客气了,今后你一天好日子都别想过。 乌鸦都会欺负你。 乌鸦在头上飞个圈,拉抛屎,都会拉到你的头上,你知道吗? 这也算饿有饿爆了,洗了半天的衣服都得重洗一遍。 第二次把衣服洗完,燕子又溜进了厨房,拿起一盒牛奶偷喝起来,这高档牛奶就是好喝,趁着没人注意再多来两口。 一整盒牛奶喝得差不多了,这才心满意足抹了抹嘴,拿出两根茄子假装做饭。 我啥时候能光明正大的喝牛奶,不用再偷偷摸摸的呢? 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,女主人进来了,让她多做几个菜,因为明天自己就要出国了,今晚一家人要好好吃顿饭。 女主人顺手拿起了牛奶,奇怪地问,这刚买的牛奶,怎么就剩这么点了?燕子说谎,眼睛都不眨一下。 女主人刚走,燕子就气呼呼地把茄子一摔,恶狠狠发起了牢骚。 晚上,即将出国的女主人拜托两个保姆,我走后家里就靠你们照顾了,燕子心里恨不得她马上就消失,嘴上却像抹了蜜。 吃完饭后,两人收拾盘晚,燕子却又不乐意了,白天你害得我衣服洗了两遍,所以从现在开始, 洗碗的活儿你来干,赵大妈当然不乐意。 来的时候,主人说了,只让我带孩子。 我让你去洗碗。 赵大妈不想和燕子一般见识,无奈地转身去洗碗了,燕子得意地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果汁,直接嘴对瓶喝起来。 老太婆,不乖乖听我的话,以后有你好受的。 第二天,主人终于走了,燕子这下是如鱼得水,秦院长一到家,他就热情地上前迎接,帮忙拿包,挂衣服,脱椅子,递报纸。 我去给您热饭去啊。 谢谢您啊,燕子。 哎,客气什么呀,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 饭菜其实都是赵大妈做的,燕子却说是自己费了半天劲专门做的,目的就是想得到秦院长的一句夸赞。 赵大妈不想拆穿燕子,却看出了燕子对秦院长的别具用心,于是善意地提醒他,咱们做保姆的要守本分,千万别有什么非分之想。 燕子却嗤之以鼻,我又年轻又漂亮,凭什么要做一辈子保姆? 秦院长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男人,我就要抓住机会努力争取,我就要做这个家真正的女主人。 赵大妈见自己一片好心,被当成了驴肝肺,只好劝燕子好自为之。 燕子却觉得现在女主人不在家,只要赵大妈不捣乱,自己就能趁虚而入,一举俘获秦院长的心。 然而燕子没想到,赵大妈没捣乱,却来了个真正捣乱的人。 秦院长的妈妈秦母来了,原来儿媳妇走了她不放心,秦母特意来家里住一段时间。 燕子盼着她住几天就走,秦母却表示会常住,燕子表面上热情凤影,心里却恨得牙痒痒,对着黄瓜撒开了气。 家里一下子多了两个碍事儿的,说啥也得想办法先赶跑一个。 秦院长的妈妈不好下手,那就先对赵大妈开刀。 于是燕子加快了行动,这天她看到赵大妈在做炒饭,用的是中午剩下的米饭。 燕子称赞赵大妈厨艺高超,然后转身就去跟秦母说坏话。 赵大妈用吃剩的米饭喂孩子吃,难怪圆圆这几天拉肚子呢。 爱孙心切的秦母一听就怒了,立马到厨房把赵大妈训了一顿,谁让你用剩饭喂孩子的,我的宝贝孙子怎么可能吃剩饭。 赵大妈一再解释,这饭很新鲜,一点问题没有,扔了怪可惜啊,秦母却根本不听,在我家就要听我的,你一个保姆别自作主张。 看着赵大妈哀训,燕子简直笑开了花。 秦母一离开,她就得意洋洋地炫耀。 哈哈哈哈,赵大妈,现在不用我出手,自然会有人收拾你了。 赵大妈不想和燕子斗嘴,却气得犯了心脚痛。 哎呦,哎呦,怎么了,气着了? 不会吧,这么脆弱。 我讨厌的现在还没出招呢。 哎,你得挺住,有点力气,跟我慢慢玩。 燕子却还不肯罢休,说完就得意地唱起了洗刷刷,端起炒饭,津津有味地吃起来,一边吃,一边称赞费得好极了。 赵大妈越想越憋屈,一气之下竟然犯了心脏病,哄孩子时摔倒了。 燕子急忙大叫,赵大妈犯病了,晕过去了。 秦母急忙跑了出来,正想打急救电话,赵大妈却自己爬了起来,燕子趁机挑拨,赵大妈有传染病,这要传染给孩子咋办呢? 赵大妈急忙解释,我只是心脏有问题,老毛病了,不是什么传染病。 秦母看过赵大妈的健康症,知道她有心脏病的事,于是叮嘱赵大妈注意休息,实在不舒服就请假。 就这样,燕子的挑拨非但没成功,反而是赵大妈带着病坚持哄孩子,赢得了秦母更多的信任和欣赏。 燕子这次落了下风,哪肯罢休,于是更加紧盯赵大妈的一举一动。 这天看到赵大妈在吃药,急忙又去找秦母告状。 赵大妈真得了传染病,我看见她在吃药呢。 秦母半信半疑,立马找赵大妈求证,仔细检查了药品后,却发现只是治疗心脏病的药物。 于是燕子的挑唆再次失败,秦母反而责怪她,一天天地不老实干活,老盯着人家赵大妈干啥。 不仅如此,秦母知道赵大妈心脏不好后,就让她少干活,挑轻松地干。 你的心脏不好,这爬高摸低的活儿你就别干了,跟燕子换一换。 就这样,燕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,吃了哑巴亏哪肯罢休,燕子心中更加怨恨赵大妈。 看到赵大妈在厨房扫地,她又来找茬了。 骂完还不解气,往洗菜台上一坐,把零食扔得遍地都是。 赵大妈不想和燕子吵架,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,一堵气扔下条肉走开了。 但一天不把赵大妈赶跑,燕子就一天不会罢休。 这一天她看见赵大妈给圆圆讲神话故事,便立马跑去跟秦母告状。 赵大妈竟然给孩子讲鬼故事。 我听着都吓人,别说小孩子了,难怪圆圆最近老做噩梦呢。 秦母一听这还了得,立马去找赵大妈算账。 你这保姆怎么当的,是不是存心要祸害我孙子,不想干就给我走人。 赵大妈受不了这个窝囊气,真的收拾东西要走人。 燕子高兴坏了,总算成功赶跑了一个。 然而没想到,就在赵大妈走的时候,恰好被下班回家的秦院长看到了。 秦院长觉得赵大妈勤劳朴实,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保姆,于是又把她劝了回来。 燕子的计划再次落空了,不料却换来一个更好的机会。 这一天,秦母要带着圆圆和赵大妈出门,让燕子一个人在家照顾秦院长吃饭。 这简直就是向秦院长表白的天死良机啊。 燕子简直要乐疯了。 于是秦母刚走,她就把内衣扔在了主卧的床上,跑进浴室洗起了澡,一边洗,一边高兴地唱着洗刷刷。 浴室的门没关,当然是故意不关。 于是秦院长回到家,家里很快响起一阵刺耳的惊叫。 本以为秦院长会禁不住诱惑,顺其自然发生点浪漫。 不料秦院长却大动肝火,你太过分了,私私使用主人浴室翻动我的私人物品,所以请立即走人吧。 燕子这下是真慌了,哭着喊着求秦院长原谅,自己以后再也不敢了,求秦院长再给一次机会。 秦院长禁不住燕子的苦苦哀求,最终选择了原谅她。 然而这次失败的行动并没能让燕子打退堂鼓,当晚秦院长想喝杯小酒,燕子立马殷勤地准备下酒菜。 虽然秦院长明确表示不需要,她还是热情地把小菜放在了桌子上,放下后还不走,又假装对秦院长的工作感兴趣,让秦院长教她上网。 然而秦院长却一点都不解风情,我还要加班工作呢,你赶紧出去吧。 燕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,燕子觉得秦院长之所以对自己不动心,是因为心里还想着女主人。 女主人现在虽然身在国外,却经常往家里寄信寄照片。 这天家里又收到了女主人的来信,秦母让燕子把信放在秦院长的书房里。 燕子看看四下没人,急忙关上了房门,拆开了信封,里面全是女主人在美国旅游景点的打卡照片。 燕子看得度火中烧,然后就把所有照片撕了个粉碎,连同信封往自己口袋里一塞,就当从来没收到过。 燕子对秦院长的反常举动,终于引起了秦母的注意。 早上秦院长出门上班,燕子非得让她带上早餐,趁机就抓住了秦院长的手。 这一幕恰好让秦母看见了,当下就犯起了嘀咕,这丫头怪怪的,是不是对我儿子没安好心呢? 于是秦母就特意支开了燕子,单独找赵大妈谈话,我觉得燕子最近不太安分,你帮我盯着她点,说着还掏出了一百块钱,这是好处费,以后她有什么风吹草动,你第一时间告诉我。 不料赵大妈却不为所动,我只是个保姆,不干间谍的事,我也不会背后说人是非。 秦母没想到赵大妈会这样,她非但没生气,反而称赞赵大妈光明磊落,而躲在暗中的燕子听到了,心中却是完全不同的想法。 你为什么没出卖我,是一百块太少了吧?下次要是秦母给一千,你肯定就会出卖我了,对不对? 赵大妈却愚重心肠地劝燕子,我不会背后说人坏话,但你要是继续不守本分,有一天肯定会后悔的。 燕子却根本听不进去,等我做了女主人,后悔的是你。 第二天,燕子拿着插花到秦院长面前邀功,看我插的花好不好看,不料下一秒就被打脸了,原来她是借花献佛,花是秦母插的。 谎言被当场戳穿,燕子却一点都不尴尬,反而借着给咖啡加糖的机会,再次握住了秦院长的手。 燕子,你这是送糖呢,还是送手啊? 秦院长,您还是自己来吧。 这下是真尴尬了,秦母提醒秦院长,你得小心这个丫头骗子,年纪不大,心机很深呢。 秦院长却只是淡淡一笑,显然并不放在心上。 燕子却还是不肯死心,这一天秦院长又在加班工作,燕子借着叫秦院长吃饭的名义,趁机表白献爱心。 秦院长,你一回来就忙个不停,太让人仰慕了。 你这样的男士真是双成男士。 什么叫双成男士? 就是成熟加成功呀。 燕子花吃乱饭,秦院长却不为所动。 这时秦母进来了,责怪燕子打扰秦院长工作,直接把她赶了出去。 吃饭的时候,秦母说了赵大妈有心脏病的事,秦院长立马提出要帮赵大妈看一看,我可是医院院长啊,自家人生了病,咋不早说呢? 秦院长亲自给赵大妈听了诊,病情比较严重,需要住院治疗,过几天我就安排你住院,费用方面我全部负责。 燕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,心中特别感动,秦院长太善良,太累落了,而我却一直想破坏她的家庭,也许我错了,我一开始就不该有这样的非分之想。 而燕子没想到,接下来的一件事更是彻底改变了她。 这天,圆圆非要玩秦院长的电脑,燕子生怕玩坏了,急忙阻止,圆圆却哭闹着不肯放手。 赵大妈听到动静,也急忙跑来帮忙,不料就在这时,电脑突然掉在了地上,直接摔成了碎片。 假值上班的电脑就这样报废了,秦母很生气,便让燕子和赵大妈说明情况。 燕子不停推诿说不关自己的事,是圆圆非要玩所以摔的。 赵大妈却说,我是负责看孩子的,孩子没看好,我有一部分责任。 燕子赶紧说,那就好了,你就负责吧,那只秦母却是明察秋毫的人。 本来啊,我也只是想试一试,看看你们两个人谁能够说真话,可是没想到你们两个人谁都不说。 那好吧,我实话告诉你们,刚才我已经问过圆圆了,她说这电脑就是从你陶燕子的手里摔到地下的。 燕子一听,急忙为自己辩解,这是天大的冤枉呢,小孩子的话不能信呢。 不料秦母这下更生气了,你说我孙子撒谎是吗?你要不要看看书房里的监控啊?你还不知道那里安了监控吧? 你私自拆秦院长的信件,偷偷撕毁我儿媳妇寄来的照片,非要我拆穿这一切吗? 燕子彻底蒙圈了,没想到自己的行为早就被曝光了。 这下完了,肯定要被赶跑了,不料就在这时,赵大妈却出来替她求情了,燕子也是为了保护电脑,所以才不小心摔坏的。 看在她为这个家服务这么长时间的份上,就原谅她这一次吧。 燕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我没听错吧,她竟然还替我求情说话。 最终秦院长决定,电脑的事情算了,只要燕子今后老实本分,以前的事情她就当没发生过。 燕子这下是真的被感动了,她问赵大妈,你为什么不恨我,反而要帮我? 赵大妈却还是那么朴实厚道,因为我把你当孩子呀,我这么大年纪了,跟你个小丫头计较啥? 燕子瞬间破房了。 赵大妈,我现在很后悔,我对你太坏了,我以为你一直都是装的,我没有想到你真的是个好人。 赵大妈,对不起。 燕子,别这样,你行为善良大人就行了。 就这样,燕子真正被感化了。 赵大妈无亲无故,孤身一人,燕子决定今后要像亲女儿一样照顾她,将来要给赵大妈养老送终。 而对于秦院长,燕子更加崇拜和敬仰她了,但却再没了非分之想。 她给女主人写了封长长的道歉信,坦白了自己之前的坏心思,祈求全家人的原谅。 人性本善,赵大妈和秦家人的善良真诚和大度,一步步将燕子感化,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最终变成了一个成熟懂事,知道感恩的人。 生活中我们也要与人为善,只要每个人都多一些善良,世界才会变成更美好的人间。 长安点赞加关注,下个故事更精彩。